在历次的最强火影评选中 卡卡西基本都是最后一名 卡卡西的粉丝觉得冤枉 其实这真是没办法的事 评选最强火影肯定要以在位时的实力为标准 别的火影们在位期间或多或少的都有战斗剧情 唯有卡卡西 在位期间不但没了血轮眼 甚至连场像样的战斗都没有 隶属火影动漫和剧场版 卡卡西在位期间木叶遭遇过两次危机 第一次是血龙眼事件 一群人体炸弹袭击木叶 但才打到村口就被名人带着小强们摆平了 老卡连伸手的机会都没有 而这次事件的幕后黑手一直没接近木叶 最后被二柱子在村外摆平 第二次是在The Last中 地球被大量的陨石袭击 吴大人村哥想各的办法 老卡拿出的方案是八门盾甲部队 在小李的带领下 大陨石确实被一分为二 然而他们落下来的话 木叶还是会完蛋 正当他一筹莫展想象带土接号的时候 佐助及时出现用千鸟流化解的危机 这两次危机都是佐助名人出手 老卡没得到出手机会 事实上这俩人的实力确实远强于卡卡西 但这导致我们无法对卡卡西在位期间的实力 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好在火影完结后 官方出了一本名为《卡卡西列传》的官方小说 这个小说的时间线是卡卡西卸任火影不久 刚当上火影的名人身体就出问题了 具体的说就是自身的查克拉开始排斥尾兽的查克拉 类似于令狐冲那种体内蒸汽乱状 虚弱得不得了 名人连忍术都用不了了 这下木叶立刻忙碌起来 大老们纷纷为名人找办法 卡卡西更是出了木叶全世界的给名人找方子 此时卡卡西刚刚卸任火影 实力几乎等同于在位时期 因为这只是小说内容 并没有多少画面 就简单地说下这次卡卡西历险的过程中 他展现了实力 一次战斗中 老卡毫发无伤地干掉50个特别上人 接着用了个大型土盾土流币保护了一个村子 且这个土盾坚持了一天半之久 然后又用了金盾 这还只是开胃材 在不休息的情况下 他又用了医疗忍术替人疗伤 之后还有三次大范围幻术 和三次抵御六道级水盾的火盾 在失去血轮眼之后 卡卡西的查克拉几乎是尾兽级别 这次战斗还有官方旁白 卡卡西的战斗力 比起和带统 班战斗时 大幅增加了许多 除了展现查克拉之外 卡卡西还发明了新忍术子电 在博人转中他也用过几次 不过因为对手实力一般 卡卡西也就是小式牛刀 卡卡西列传中的紫电不需要结印 不但有群攻效果 还能像千本那样抛出去 当然也有雷切功能 紫电最强的威力是召唤雷电 很像佐助的麒麟 所以我们能得出来一个结论 按照卡卡西列传的描述 老卡在位火影期间是个八边形战士 参考旁白 此时卡卡西的实力远高于四战单神威时期 而四战单神威时期的卡卡西是强影级实力 所以卡卡西在位是完全是超影级实力 完全不给火影丢人 和其他火影比起来 也就比不上名人和初代 和其余的火影们都有一战之力 或者也可以把在位时期的卡卡西 当作是巅峰三代 就是各种常规忍述用到极致的男人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拜拜